想象一下 如果有机会活到99岁 你会期待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相信有许多的朋友的选择 是寒宜弄孙一样天年 不过苗栗却有一位老医师 他已经高龄99岁 依旧披上白袍 为乡民问诊行医 他就是全台最年长的小镇医师 谢春梅医生 接着六年来 他从早看诊看到晚 全年无休 从街深到大体的香艳 无论再远再偏僻的地方 谢春梅绝对是使命力大 谢春梅之所以想重医 是因为亲身经历了太多的苦难 1935年 一场新竹台中大地震 他亲眼接到 才刚出生没多久的山地 命上瓦砺堆下 村落全毁死伤惨重 就算谢春梅想救 却也无能为力 而后奶奶也因为 长年饱受胃病所苦 却又没钱求医 最终闭世 谢春梅不想再有遗憾 他誓言考上医师 医生守护滋养他的敌地 就是我父亲有时候 就是我的时候 踏实谢春梅 高龄99岁还在问诊开药 是全台最年长的老医师 直到离世那一年 还在守护乡民的生老病死 客家史怀哲 谢春梅的故事 要从1935年 这场新竹台中大地震说起 在民国24年就1935年 那时候人口分布 要造成3000多人死亡 它的灾区有多大 那断层经过的时候 整个山区有很多的 都被柔长寸断 那龙藤断桥是其中一个 龙藤断桥原名于藤平桥 1907年6月完工 是台湾纵贯线最陡施工难度最高的路段 也是日治时期 海拔最高跨距最大的铁道 桥墩以红砖和花钢石打造 展现超高的平衡工艺和新增效果 但仍抵不过这场7.3级的大地震 连同18000户民宅 几乎成了断圆残壁 有人就讲说 它那时候房屋比较差 的确没错 但是整个村庄全部都不见了 公管石为强制片村落 同样躲不过地震的侵袭 一位13岁的少年 因为早起农忙 幸运逃过死结 这名少年郎就是谢春梅 这个就是你以前 你爸爸出生的地 我记得我叔叔小叔叔在贯道山大地震的时候 往生了 其实是出生的地方 就是一个后隆溪的河床中间 他出生的地方 这个河床中间 因为客家人比较慢来到台湾 清康熙之后 大量客家鲜民渡海肯拓 由于台湾的沿海平原一带 已有张权移民开发 加上原乡以丘陵进山区为主 来台后延续肯山耕地的习惯 谢春梅的祖父选择在苗栗的西山落脚 父亲往后搬迁到十位强城家 生活虽然辛苦 但家族情感却十分深厚 无奈这场新竹台中大地震 谢春梅眼睁睁地 看着墙堡中的三弟谢巴达 命丧瓦力堆之下 在放眼望去满是死伤的村落 他却无能为力 但这满意的悲动 一颗想悬壶济世的种子 在他心底深深埋下 都是放棉花 这个就纱布了 有的外伤的纱布 这个棉花球 像这个就是他有时候药有没有 药有的没办法吞 他就捶一捶 那个是在药师房的 谢春梅的诊所 坐落在苗栗公馆临山的小小乡村附近 从自治到今天 一直是医疗瓶颈的地区 稍具规模的医院 远在八公里之外 这个只有上千人的村落 只要谁家有了病痛 一定先找谢春梅 一家五代从小让他看到大的村民 大有人在 就是地线的嘛 譬如说当时感冒肚子痛拉肚子 或是说小外伤啊 对这个位置进去 从小把他的山上楼车看到大 一般的病情就比较良心 我爸话很多 对我们话很少 对病人可以聊天 可以聊好几十分钟 譬如说像我爸去人家家里 你们家有几只小狗 他都知道 诊所里挂着营业时间表 但心动虚舍 无论清晨与杜白 还是三更半夜 只要有人上门求诊 谢春梅就算再累再困 也会立刻起身 披上白袍 开门看诊 部分昼夜 几乎全年午休 我们有时候吃个年夜饭 要停下来六七次 为什么 病人来了 我们跟他讲说 老爸吃个年夜饭 不要这么辛苦 让他等一下 就算他听了 他也是赶快出来 先帮人家看听 我爸爸以前住二楼 外面还装一个对讲机 睡觉的时候 真的有病人来 他还是一按他就起来 我们说你睡觉就睡觉 为什么还要装这个 他说这么晚会来打扰的 一定受不了才会来的 谢春梅爱名如此 心一是他的甜蜜 也是他的信仰 却在年轻时 差点成了日本二战中的 神风特工队 为国捐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